淡絲奶油蝦是馬來名菜 口味上融合了馬來印度和中餐的特色 口感多重風味獨特 大家好我是蘇默默 今天我們來做淡絲奶油蝦 首先食材有大蝦 蛋黃 新鮮咖哩葉 朝天椒 蒜頭和鹽糖 淡奶 我用的是冷凍蝦 所以加一些鹽和胡椒粉醃製五分鐘 再加一勺木薯粉拌勻 咖哩葉洗淨 辣椒 蒜頭 切細備用 油鍋燒熱後下大蝦炸至兩面熟 炸蝦的油溫要高時間不要太長 這樣的蝦肉才比較嫩 因為用了木薯粉 表面酥脆 所以我沒有再回鍋二炸 蛋黃打散 我這裡加了幾滴蛋奶 這樣可以稀釋蛋液 並增添奶香 我還用了一個煎口杯 這樣比較容易倒出細長的蛋液 這裡用了一份冷油加一份黃油的比例來炒蛋絲 小火加熱至黃油徹底融化後 緩慢導入蛋液 一定要同時不停地攪拌 確保油溫受軟均勻 加入咖哩葉、蒜和辣椒以及鹽、糖調味 調高火力並不斷攪拌 一直到鍋中轉大泡 蛋絲起酥後 迅速將油鍋導入鍋滤碗 蛋絲滤乾油份後 與蛋下回鍋風炒均勻 就可以出鍋了 但是香酥松软 咖喱也轻味中含着浓郁的奶香 这里的奶油其实是butter 不是cream 如果你不习惯咖喱的气味 也可以改换成其他香叶 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